2018年的清明節正好是西方的復活節 福樂紀念公園準備了多項活動 邀請民眾再續前緣 除了傳統的數目外 福樂紀念公園還邀請洛杉磯佛教聯合會 菩提子的法師 為民眾提供一個平台 對過往的祖先和親人表達追思 無論親人是否安葬在福樂紀念公園 民眾都可以在這裡為他們設立往生年位 並為他們重驚其風以表效度 福樂紀念公園區位經理優美華 歡迎市民來到福樂紀念公園參觀 希望讓大家來看看我們美麗的公園 這個福樂紀念公園跟其他公園很不一樣 就是感覺有很多藝術品 看起來一點也不可怕 非常漂亮的一個公園 所以希望有機會讓大家多點認識 多點來看看 優美華介紹表示 福樂紀念公園的Covina Hills園區 近期將開放新的墓地 位於鋼線充足和視野開闊的山頂 有好好的景色 他又表示福樂紀念公園 了解華裔民眾的文化和喜好 為華裔社區開辟出這塊新的墓地 已經佈置得很漂亮 計劃清明之後就會正式銷售 在價格相同的情況下先到先選 所以他希望有需求的民眾要盡快來查詢 Tina 衛視採訪報導 我喜歡的民眾要盡快來查詢 Tina 衛視採訪報導 我喜歡的民眾要盡快來查詢 Tina 衛視採訪報導